存款保障计划实施15周年 存款保障委员会引入电子渠道发放补偿 有望缩短赔偿期 放在银行里的存款是否百分百稳稳呢? 在1991年国际商业信贪银行倒闭 当时有大约5万个存户 一共超过100亿的存款被冻结 部分人堵塞中环保路抗议 后来银行清盘,存户陆续取回钱 旧青年亚洲金融风暴也引发多家银行擠提 政府之后着手筹备存款保障计划 06年存款保障委员会正式运作 一旦有持牌的银行倒闭 存户在每家银行可以获得50万港元的最高保障 有关的款项来自银行供款 近年虚拟银行也被纳入做成员 计划成立15年来从未触发过补偿机制 今年存款保障委员会新增了电子发放补偿渠道 50万的最高保障金额又是否足够呢 到今时今日2021年我们最近都看过的 仍然有大概九成香港的存户 其实它放在银行的钱是受到百分之一百的保障 如果你发觉香港的存户的保障 是跌到一个较低的水平 即是一些普通市民不是富裕人士 都是不能受到相关的充分保障的话 那就应该是考虑涂升 墨税才建议政府应该每年检测一次 按住社会的情况、通胀等因素 考虑调整最高的保障金额 无线电视机者黄线河报道